今晚有終極大抽獎 順其自然 抽獎這些東西 見到車其實我都很想快些開車 但是我想快些有牌 我覺得不可能的 但是真的順其自然 抽獎這些東西都是緣分 我都是覺得抽獎這些東西都沒有怎麼說 我特別是比較喜歡今次這個主題初心 因為我突然會想起一些東西 就是職捕而遷你 類似的說話 或者即遂成冤 因為初心就是 由一開始我們入比賽的時候 我們就帶著一些夢想過來 我們慢慢去積累之後 就像玄學一樣慢慢積累學習之後 就認識了很多東西 但是同時我們都想保持一開始的初心 但是說起來可能很容易 但是做起來真的很難 所以希望我們都可以做到 然後剛才看到車好像有一點心足足 有沒有想過考了牌 再買車呢 都有的 其實我知道香港考車很難 還有要等很久 所以到時才算 還有 因為我不知道為何會很想開車 不知道是不是坐得多家人的車 所以就希望 你一說我就會興奮 我很想考車牌 你行不行 你行不行 可能不行 很害怕 那不要 你不如坐我一輛 說一笑 好 你覺得自己有沒有天分 我覺得天分這些東西 就看看駕駛著車才知道 嗯 奴馬十駕 方向感那些呢 平時自己重不重 方向感喔 我Windy 那是這樣的 我試完就是我去做營師的地方的時候 我找路用地圖 總是找不到條路 即是你連看地圖都看不到 我懂得看 但是他帶錯了我去第二處 所以是地圖的問題 哦 那你有沒有想過不是地圖的問題呢 你很煩 他站不穩 我又站不穩 那你方向感是不是很重 我覺得都很重 我覺得都OK的 不如到時才算 好啦 做著乘客先 謝謝 拜拜